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大二开始参加大大小小国内外比赛 斩获无数的奖杯 他的创意与热情不仅为食客带来了美味的享受 也在这个饮食世界 拨下了对蔬食的理解与尊重 今天我们将和他一起聊聊 他的蔬食料理之路 烹饪理念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让我们热烈欢迎林盛志老师 老师欢迎您 欢迎老师 大家好 我是盛志 所以你是巨蟹桌 对我是巨蟹桌 那个性有像巨蟹桌吗 应该算有点像吧 应该算是 爱家 巨蟹桌是不是有点固执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我自己蛮随性的 兄弟我想请教您 就是传统就对蔬食有各种既定的刻板印象 譬如说因为我的外公外婆也吃素 他们性一贯到 那就以前就是我妈妈会跟我说 因为外公外婆长期吃素 所以肌肉比较缺乏 又或者是有人也会跟我说 只吃素 当然是爱护地球 但是也会 营养可能不均衡 我想请教您会有这样状况吗 我自己觉得说 如果你觉得可能肌扫症 或者是说营养不够的话 我觉得可以在蛋白质的 摄取含量的去做 选择 例如说黄豆制品 好像板豆腐啊或是豆浆 那我自己可能偏向是以豆浆为主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喝的会比较方便 那吃的话呢 你大概可以抓那个量 再来是有些穀物类 你可以去补足 那如果说像蛋白质 你可能没有办法摄取那么太多的话 你可以吃一些营养品来去摄取一些这样 是 那兄弟我非常好奇就是 你是什么时候对烹调烹饪感到兴趣的 这个可能说小时候耶 有点像小一小二的时候 哇哦 小一小二 因为我们家算是我可能爸妈比较忙 所以小时候就外公外婆带 然后就是会参与一些像耕田啊 或者是采收啊 贩卖啊贩售啊 或者是一些农作物的一些过程都会有 所以你会跟黄牛做好朋友吗 我没看过黄牛 是 黄牛带金门 就可能就是比较偏向是自己耕作 然后自己采收自己卖的那种过程 那当然我自己很喜欢说可能就是下午采完菜完之后 晚上跟外婆一起煮菜的那种感觉 好棒哦 然后那时候我就煮是兴趣来了 我就会那种很假薄那种 我一定要去帮忙一定要去做 然后一天晚上是我自己煮的 然后我很喜欢我煮完之后大家给我的赞美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我长大之后我一定要当厨师 可是兄弟我很好奇 比如说你说小一小二 身高可能没有那么高 那因为那个煮菜的地方是有一点点高度的 你要如何正确的操弄那个锅铲 其实那个炉子的高度大概是到我的胸口吧 以前的灶台可能会比较低一点点 外婆也不高啦 那那个灶台比较低 我还是可以看得到里面的东西 只是说要翻起来可能不太好翻 可能就是慢慢做慢慢动 那兄弟我还很好奇 譬如说因为你选择蔬食料理作为你的主赛道 那你本身吃素吗 为什么选择这个作为你的专精的领域呢 我应该可以说是先学素食 再做素食才吃素食 我觉得是那时候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本身成绩没有到非常的好 可能是班上的后半段 然后那时候我选择了佛光大学的素食系 我应该算是备取的 但是学校有办活动 然后我有先去学校参观 可能我爸妈也帮我加分的不多 我爸妈也帮我加分的很多 就是可能有跟学校老师说 我儿子虽然成绩不好 他可不可以去学校就读之类的 我听到我是很感动 然后所以我就是可能是在正取的后面一点点刚好进去 所以那时候我会读素食系的原因是因为 我家人其实有一半都吃素 但我爸妈没吃 就是我顾顾他们 因为是慈季的师兄师姐嘛 所以就是很希望说我学完之后过年可以煮给他们吃 对 所以就因此选择素食系 对 那后来呢为什么自己也选择吃素 这个算我毕业之后就马上到素食餐厅工作了 然后我觉得一天早餐吃素 中午吃素 晚上如果我在外面也吃素的话 那我就等于一天都吃素了 对 那你就觉得这样就是一种强迫症吗 因为餐厅里面不能带荤的 所以我就是 其实两餐就是吃素的 我晚餐如果说我是吃素 那当然这一点一整天就没碰到肉了 慢慢的习惯 你没有碰到肉的时候 你就会有点抗拒他 你会觉得那生生的肉有点可怕 对 而且煮熟熟的 可是就不爱 我以前超喜欢吃那个什么 蝦子的 那个buffet一定要吃两三盘 可是后来我自己做素完之后 然后开始接触到一些料理 我就觉得说 他不是活跳跳的东西 怎么会死在我面前 就是那种感觉 我懂 我会觉得他怎么死掉了 那我想偷偷私下问你一个问题 你会要求女朋友吃素吗 这个我不会 因为我自己非常不喜欢强迫人家做事情 像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大概六七八个 我跟他约去素食餐厅 因为可能比较近 然后他们要点不点 你点啦我不要点啦你点啦 我就心里压力很大说 怎么办我叫他们来吃 然后他们不喜欢 但我压力非常大 所以我不太喜欢强迫别人 或是强迫我身边的人吃素 那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所以锅边素你可以接受 可以 好 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哈啰 哈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啊 欢迎回到中广流星网 收听由我侦探阿宅主持的 侦探阿宅的万事屋 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非常厉害的 蔬食料理达人 林盛志老师 老师欢迎您 哈啰 哈啰欢迎老师 所以老师我想请教您啊 就是 您在高中的时候 好像就立志要开餐厅 对 就是其实立志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你是如何立志的 高中的时候 因为我读菜饮科嘛 所以 其实每个厨师的梦想 都是一定要开自己的一间餐厅 对 然后刚好 我就觉得说 花莲其实很多 在地的一些美食都很好吃 只是说素食非常的少 例如呢 例如说 池季附近的一些餐厅 我觉得都 都比较偏是传统的素食 那时候我就 也没有局限说要开哪一种类型 就是每个厨师的梦想 一定要开一间餐厅 对 那经过时间的流逝 我那时候立志是30岁开一间餐厅 那我目前是28、29 已经实现了 已经实现了 太棒了 未来没有目标了 待会之后会谈到说 他接下来的目标 是 那想请教就是 因为大家很多时候 像我有一阵子 就是因为发愿 当我是基督徒 但是就是做了一件亏心事 对 真的是亏心事 这可以讲吗 反正总之呢 那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跟前妻 本来是男女朋友嘛 然后后来有一天呢 就是我们就分手了 分开了 然后她突然跟我讲说她怀孕了 就分手之后她跟我说她怀孕了 然后我就想说那 那那怎么办 她就说问我要不要跟她继续在一起 我说可是我不想啊 对啊 然后她就说那她把孩子拿掉 然后她说已经拿掉了 嗯? 我就狂哭你知道 好可怕 我要我要赶快就是吃素 然后希望能什么功德回向给孩子 那素杂过一个月说她其实没有拿掉 反正最后就不结婚了 没有不了了 好八天挡得干净 好OK 那时候我就碰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找不到素食餐厅 嗯 那其实近几年非常多那种 不管说是大的 buffet的 蜘蛛餐的 或是有一些有特色的素食餐厅都慢慢起来了 但是 我那时候大学可能说 应该十年前 我大一的时候 我还不觉得说素食是一个潮流或是趋势 对 但等我毕业之后的一两年 我觉得它开始大幅度的上升 对 因为其实那时候可能十年前 比较多的是一些像宴会厅 那种素食的大的宴会馆 那可能近几年开始有一些 非常有特色的餐厅 像是西餐的 或是一些像越南的 那种很有特色的一些料理的方式 都慢慢的复苏台面了这样 是 那我想请教您就是 您自己开的餐厅定位是什么 然后大家要怎么找到你的餐厅 对 那我那时候 毕业之后 我想要立志在花莲的池季附近开餐厅 为什么呢 很多师兄师姐 客群的话 应该就是以救济嘛 当然就是很快的可以找到我的餐厅 那虽然我现在不在花莲开 不过我现在在池季的 关渡禁士堂有一间餐厅 我虽然是给他们请 但是我是做研发的顾问 是太棒了 所以 就等于说我把我的每个的料理 融入在整个餐厅裡面 它就等于说我自己开的感觉了 然后也是在池季裡面 所以我就觉得是安排好的 是 那兄弟我想请教您 就是那时候我 那一段日子 在发愿吃素的时候 碰到 除了找不到 不好找餐厅以外 还碰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好像素食的料理好像比较贵 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 其实素食东西比较贵 这个确实有时候会跟荤食去做比较 对啊 当然像我自己的话 我不太会去素食的自助餐去点菜 我反而会去荤食的自助餐点菜 因为它菜比较便宜 对 那当然有些素食的东西比较贵的原因是因为它成本高 用的油 用的油 或是用的像大豆的东西会比较多 对 那可能就是一方面也是稀少 那他们的价格就是会压不太下来 是 那兄弟你在国外就是大大小小 各种不同的料理的奖项获奖无数 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骄傲或特别有意义的奖项 这个比赛的话 比的好 蛮多场的 但是 以这种难度最高 跟我觉得拿了奖 我会觉得很开心的 可能有两个 都是素食的比赛 那有一个让我最感动的是菩提金厨奖 菩提金厨奖 他已经办了大概十五十六届 他能说是台湾的国际性的素食的大赛 主办方是台湾吗 对是台湾 然后那时候是大学的时候 大二开始比 大三也比 大四也比 成绩的话就是从一开始的没有得名 到佳作 再到优胜 然后我一毕业之后呢 就直接跳职业组嘛 当然不能直接不能比学生组 然后就直接比职业组就拿到金牌 太棒了 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步的提升自己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爬 慢慢的爬 爬到一个地方就是属于我自己的 好像在练等级一样 对就是打怪啊 是 越级打怪 超棒 所以兄弟我想请教您 当然我们讲到你值得骄傲的事情以外 你刚提到两个奖项 那另外一个奖项呢 另外一个奖项是国际性的 那时候我去香港比 算是整个亚洲里面 算最高等级的一个比赛 哇 然后当时的人数大概有一两千人 然后拿到第二名 我就觉得很开心 太棒了 是 那兄弟我想请教您 就是刚刚提到是你比较骄傲的事迹 而且你提前的实现你的梦想 那你在就是这条道路上 有没有让你觉得很受挫或挫折的事情 这可以说是像大学的时候 因为一开始比赛 然后你会抓不到那个方向 所以你可能每次去比你可能拿的奖 都是什么优胜啊 或是没有得名或空手回家 我会觉得很难过 那时候得失心蛮严重的 因为可能刚开始吧 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去我一定要拿奖 然后得失心蛮重的 那时候可能说算是 比到有点灰心了 那当然想要提升的话 或者是想要再更进一步 可能就询问老师嘛 那当时呢 我就跟老师飞到国外 去一个算国际性的比赛去参观 然后看完之后回来 就是学他们的料理的呈现方式 跟他的摆盘 或是整个味觉的一个部分 然后就自己在做提升 就慢慢的有再上来一些了 是 兄弟那我再进一步更深入的请教你 就当你灰心迷惘或者是困惑的时候 是什么鼓励你 十字不多的继续往前进 我自己的想法其实蛮简单的 只要遇到问题我就觉得应该 比较轻的看待他 那就觉得比较不会那么的严重吧 这么厉害 那我自己的话可能那时候有老师 那如果说你像出了社会的话 可能是家人啊 或者是身边的伴侣啊 可能会帮你解惑这样 兄弟我想请貓 就偷偷问一下 外公外婆还在吗 还在 所以他们也会吃你的料理 呃 虽然我回家没有我的位置可以煮菜啦 他们都会说走开走开 我煮就好了 但是我平常煮太多 他们觉得我很辛苦 然后可能就觉得说啊 回去煮他吃的就好了 我就不用就不用那么忙 啊是太幸福了 但是有时候还是会给薄啊 就喇一下喇一下 哦累了累了啊 你们煮了 好我们休息一下 哈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啊 欢迎回到中广流行网收听由我 侦探阿宅与希希 主持的侦探阿宅的万事屋 每周一到周晚上12点到凌晨一点 用声音用故事用音乐陪伴你 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非常坚持梦想 而且目前在梦想道路上 持续进行的林盛志老师 老师欢迎您 哈啰大家好 老师你真的超棒的 就是你刚上一段提到说 就是把难的事情看得轻松一点 这件事情其实 这其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对 因为很多人做不到 那像我觉得遇到工作有问题的话 我觉得最快的排解方式是 就是明天的事你明天再烦恼 今天的事你先把它完成 明天的事你明天再烦恼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啊 所以会比较好过一点 但前提是今天事情 要把今天的事情完成 对 那拖到明天可以吗 不行 我也会睡不着欸 睡不着 太棒了 就是成功人士应该有的特质 就像你刚提到说 女朋友 应该说未婚期了 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 我可以好奇问一下 因为 因为他一开始就知道你吃素吗 其实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还没有完全吃素 因为 那时候还在台北工作 然后生活也没有这么好过的原因 是因为可能 一个月你说多少钱 然后可是又要缴房租啊 要干嘛 其实你要存钱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会去结婚式的工作 就可能 什么 下班了之后去结婚式的工作 去弥补一些金钱的开销 像外汇吗 或是私储之类的 然后 后来呢 可能过个 几个月 我就开始吃素了 所以就是 他也不会觉得很神奇 都不会 因为我们在一起 认识的公司 都是推广素食的 是 所以也是缘分 对啊 那我想请教您就是 一开始约会的时候啊 譬如说 当你已经选择要吃素 你心里面会暗暗期望说他也吃素吗 虽然你说你不会勉强别人 我觉得不会 如果说他要吃的话 我也不反对啊 但我都会挑选一些像混素的餐厅 然后我自己吃我的 他吃他的 这样就 我觉得就蛮平衡的 是 那传统有一种说法就是吃素的人 比较不会生气 是真的吗 我觉得 容易生气 应该每个人都会生气 只是你在思考 跟想法上面 你会变得比较冷静一点 就像我今天遇到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快生气了 诶 还好啊 等一下 是吃素的副作用吗 不好意思 你绕一个路啊 过去 诶就没事了 这种感觉 诶其实吃素比较不会生气 好像是有根据的 好像说吃那个吃下去那些肉啊 就会有他的 上次我有听一个 可能有一个长辈 他说 你们看喔 吃荤的动物是不是都有獠牙 你说像豹啊 或是一些吃肉食物的东西 他看起来都很凶狠 诶小白兔很可爱 诶吃什么 红萝卜 是 看起来比较和蔼一点的 然后都吃蔬食 而且英国有一句谚语叫人如其食 对 就人如其食 就是你跟你 对没错 你跟你吃的长得差不多一样 是吗 不是 那兄弟我想请教您 就是你的料理是以创意跟美味闻名 那你的创作灵感都是从哪边来的 像近期我有在研发一些像川味的料理 像很红的酸菜鱼 饿了 饿了完蛋了 不要录了 这个发想的话 我应该会先从它的味觉 然后跟外观 其实素食跟葷食的差距 素食的话 外观要做的很像葷的 大家才会有机会去吃 那像有些人可能吃葷的 听到素食马上关门 马上自己那道墙把它封住 这样 我主要的话 就是会把它先做成像葷食的东西 让大家可以接受 然后味觉相 外观相 口感相 这样 这个东西就成立了 是 那我自己的做法是把那个鱼啊 因为口感比较滑顺嘛 然后就想有什么食材 山药 滑顺 绵密 就开始做 口感形状开始酸 那其实你说酸菜的一些底的东西 其实都差不多 像泡椒啊 或者酸菜东西 都很好买得到 只是差别在那个鱼片而已 可是你没有吃过酸菜鱼 那你怎么会想到 要做这道料理 我通常都是会祭奠的印象大概是什么 因为我可能三四年前有吃过 然后这个味道我还记得 然后可能就是挑大概那个味道 差不多了 好吃最重要嘛 在那外观 对 所以那我非常的感感到意外的地方是 譬如说当 因为我们传统有一种说法是 当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 就这个叶已经形成了 那我想请教您就是在素食系学习的过程中 因为很多此季佛光大学的这些老师们 很多都是佛教徒嘛 那他们是怎么看待 就是把素食做得像肉食荤食 这样子的一件事呢 这个呢 我有看过一个欣云大师的演讲 欣云大师是说 像有些餐厅啊或是饭店啊 他们会把这个名字取得跟荤食一样 例如说三杯鸡 但他没有鸡 他可能是用猴头菇 然后可能是狮子头 他有那个丸子但他不是荤的 那这个他是说谁的错 然后大家都不知道谁的错谁的错 然后大师就说厨师的错 哦是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呢 他长期如素的人 他不会去吃这种像荤食的东西 他可能会吃的像原食物的东西 所以呢 像我们厨师通常会取一些像 例如说的三杯鸡 是主要是让这个荤食人去接受 或者是刚吃素的人 荤转素的人去接纳他的一个媒介的一个部分 那像近期很红的那种植物肉啊 主要就是给荤转素的人吃 而不是长期如素的人吃 对是 所以就星云大师的说法就是厨师也有 对 消费者没有错 其实我有一次看到星云大师的一个说法 我觉得也蛮有道理 就是他提到说 线上游戏不是有打打杀杀吗 就是当你有这个念头 你想要胜过对方 把对方这个也是一种 会有业力 就是可能从 就像基督教也讲 我们要切切保守每个念头 因为医生的果效是由信中发出 是一样道理 好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哈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啊 欢迎回到中广流星网 收听由我侦探阿宅主持的 侦探阿宅的万事屋 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在 蔬食料理的领域 发光发热的林盛志老师 老师欢迎你 哈啰大家好 欢迎老师 所以哥哥是可以聊的吗 可以啊 真的吗 所以你哥哥是那个恐龙偶像 对阿 我最印象深刻是那个恰吉系列 对那个很早拍 所以家里非常多道具 像今天地震啊 很多东西都已经串出来了 恰恰吉跑出来了 你会用那些公仔 那些怪怪的东西 道具都直接串出来 还有吓死了 所以他把那个恰吉摆在玄关那边的时候 你没有觉得毛骨悚然吗 刚开始会比较害怕 因为小时候看那个恰吉 我会不敢看电影 然后那时候家里有一两支的时候 我就会 突然总动员起来 总动员 好没事 那回到你的就是个人的经历本身 所以你现在有在带学生 我现在对有推广素食啊 就是在北中南啊 或是国外有在教素食的料理教学 是 那受众是怎么样的一群学生呢 其实有分三等份 第一等份的话就是家庭主妇 然后他可能想要学完之后 煮给婆婆吃 或是小孩子吃 或是可能家人想要吃健康的 他们会来学 那另外一方面呢 可能应该可以说是 有煮给佛堂的师父吃的 是是 那剩下的另外一部分呢 是创业的 可能企业的餐厅 或者是摊贩 他们想要增加品项可能会来学 是 那在教学上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或者是有什么让你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其实最困难应该是算初期在教学的时候 因为可能学生不多 然后大家可能都抱着一个半信半疑的一个想法 说啊这些少年人哪有可能做老师啊 可能就是有这种想法 所以可能刚开始的学生不多 所以就会慢慢的去培养 可能跟学生去搭配个默契 可能说他可能需要什么 那我可能可以给他 可能料理上的一个资讯 那我觉得人与人互动可以 料理可以当一个中介的媒介 那可能是他们家煮了什么 他会跟我说老师这个怎么煮会比较好吃 我就是会回课给他们 就可能来上一次课 我可能就变他的家庭教师之类的 好棒喔 是售后服务这样子 那我觉得料理的分享是很棒的一个机会 那我觉得很好的一种方式是 我教他们 然后他分享给更多人 让更多人吃素 那是一件很好的事 是 其实食物真的是文化交流很好的方式 像其实以前在国外 你应该会遇到就是 来自不同国家或不同文化的族群 他们带着他们各自来自各种不同地方的料理 对 来互相交换 然后彼此互相喂食 这是我们了解彼此 跟尊重彼此的一个过程 对 是 那兄弟我想请教您就是 常见的蔬食料理或者是素食 有没有什么大家常常会误解 或者误会的误区呢 像其实素食它有分很多 像五辛啊 像淡奶啊奶素啊海鲜素 其实这个非常复杂 所以会给大家印象说 我要吃什么东西很伤痛脑筋 如果说我去餐厅吃 我要一个五辛的我要淡奶的 确实可以厨房来说 或是厨师来讲 会变得非常的繁琐 可能有些东西都要分开来之类的 我自己的倾向呢 因为一开始我在教学的时候 我还是有做一点点的五辛 因为我担心我的味道不好吃 所以我还是会加一点 像五辛的蒜头或是洋葱 遇到问题来了 大家不吃的话我怎么去扁呢 所以就是变成说 我这个东西可能有些同学可以吃 有些同学也不能吃 我觉得我自己过意不去啊 当然教学上每个人都要吃得到 才可以品尝得到嘛 所以那堂课结束之后 我全部都改全素的 那也可以减少说大家问说 老师你今天是教了什么素什么素的 没有没有没有 全部都全素 大家都会不用问 那第一个呢省时间 那第二个呢 我煮的东西大家都可以吃 是 那兄弟我想请教您就是 传统大家对蔬食或素食的印象 就是他可能比较淡 那要如何去克服这样子 就是他可能就想吃 今天想吃口味重一点的 或者想要吃味道比较明显一点 那怎么去调整呢 其实素食东西的调味非常难调 没有办法做到大家都喜欢的一个咸淡度 因为如果说我煮素了四五十年 那个味道会越来越淡 越来越淡 如果说像年轻的像我们这种 我想要重口味那种辣的啊 咸的酸的啊 那可能在调味上会加的比较重 所以这个非常难调 那如果说一间餐厅如果说你想要的客群是比较偏 年纪轻一点的话 你的调味上面可能要下的比较重一些 那可能就是像葷食的那种调味 对 像我们餐厅的话的师兄师姐的年纪 可能偏50到60岁 那我的调味可能要轻一点点 那就可以可能随着客群 随着年纪去调整他的咸淡度 对啊 我突然想到就是 你会不会想开一家素食宵夜餐厅 畢竟像节目播出时段是宵夜 但宵夜找到素食不容易 我自己的话我想要 要开一间像居酒屋的料理 因为现在还蛮少的 是有但是不多 那我觉得如果说以聚会来说 有三个吃荤的跟三个吃素的 我去吃素食餐厅 可是呢又害怕葷食人他不太爱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像居酒屋的料理是大家都很喜欢的 可能下班了啊 然后这些像庆祝啊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近期都有研发一些像居酒屋的料理 例如说明太子结瓜啦 明太子山药啊 但是明太子是葷的嘛 所以我就会用一些像美乃滋啊 烟熏的红椒粉啊 那颗粒的话我就用藜麦啊 把它加进去搅一搅 它的味道就有那种熏的那种明太子的味道 天啊你一定要开 對啊 然後請算我一股 對啊 喝一杯喝一杯 來喝 我會酗酒是 好不好 那個開酒 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 好我們先来休息一下 哈囉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大家晚上好啊 歡迎回到中廣流星網收聽由我偵探阿宅與CC 主持的偵探阿宅的萬事屋 今天邀請到的來賓是 具有創意又非常有執行力的林勝志老師 老師歡迎您 哈囉大家好 歡迎老師 所以夥伴我想請教您啊 就是在蔬食料理的食材裡面 有沒有哪一些非常營養的食材 是你想要推薦給聽眾朋友的 我覺得以大象來說應該就是黃豆了 喔 因為黃豆它可以做成豆漿 也可以做成豆腐 或者是一些豆製品 我覺得它在裡面的蛋白質的含量來說的話 是非常高的 那現在市面上有分很多的 像無糖豆漿阿 或是濃豆漿 或是什麼豆乳 我自己的話我會喝那種像濃豆漿 來補足身體的蛋白質 那像豆渣的話呢 也可以做很多東西 像餅乾阿 或者甚至說你炒一炒啊 當一個小小的配菜都可以 是 那像蔬菜類的話 我自己 我自己蠻喜歡吃菠菜的 因為它的鐵質比較高嘛 對 然後一年四季其實都有 但冬季的菠菜會比較好吃 喔是為什麼 因為它的產季是 在冬季到春季這個階段 它的口感會比較軟 而且會比較嫩 那如果說像夏季的話 比較偏向高山的菠菜 它會比較粗 也比較硬 阿了解 所以兄弟我想請教您 因為最近 因為食安的事件 就蔬食餐廳莫名其妙的 就是萌萌獸 就是不白之冤 那您是怎麼看待這個事情 我覺得在環境上或是食材上 從挑選到清洗到保存 都是一層一層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當然做吃的都不能有一事的疏忽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話應該就是 廚房的衛生跟環境的整潔 跟初餐的流程 跟你的食材的有沒有烹調到你要的熟度 這都是非常關鍵 有些人會覺得說 素食是不是隨便炒一炒 只要有熟就可以 沒有 有些東西它是需要長時間的燉 讓它去做完全的殺菌 當然食材挑選上是最重要的 因為好像最新的檢驗報告是 在就是同仁廚師的手上 跟砧板上還有刀具上面 檢驗出細菌 就那致命的細菌 那是不是因為就像您說 它可能在處理的過程中 不夠嚴謹 對那可能是像我們廚師的話就是 可能要常洗手 對啊 或者是常消毒啊 或者是在工作的時候可能要戴口罩 這些都是算基本的啦 所以如果說這些都 有嚴謹的預防的話 那當然應該是不太會產生這種問題 是 兄弟那想回到您的本身 您未來在推廣蔬食理念方面 有什麼計畫或想法呢 那我自己覺得說我目前走的路 算是有點像推廣的一個角色啦 那當然我就是持續的做一些研發 新的一些蔬食的料理 那可能每個國家的蔬食我都會研究一遍 那讓更多人去接受蔬食 讓更多人可以吃到不同 而且不吃那種青菜豆腐的一些料理 哇哦超棒的 那有沒有哪一個國家的蔬食料理 是讓你覺得很驚豔的哇哦 我自己覺得像日本啦 或是韓國的津津料理 的那種小菜一點一點 那種是我最嚮往的 因為雖然很多的工序 可是它呈現起來是很漂亮的 例如說韓式的一些像 什麼泡菜豆芽的啦 或是那種很多小菜 它其實做的顏色都非常漂亮 然後我希望說我的餐廳以後開起來 是那種偏日式板前料理 居酒屋燒烤啤酒的那種感覺 那啤酒也有五酒精的 所以也蠻方便的 是 所以你也喜歡喝酒 沒有 我自己可能兩三杯就差不多就睡覺了 太好了 下次一定要找你喝酒 但是我很喜歡吃美食 可能就是 一有時間就會去一些素食餐廳去吃 一方面也是學習 二方面也是 看看他們的餐廳的一些特色 是 那兄弟我想請教一個 沒有在坊綱內的問題 就是傳統啊 就是在華人的菜色裡面 就他們的蔬食傳統會有 雕科雕工 那這塊也是你研究的範圍之一嗎 還是比較 這個的話我大學有修一門課叫做果雕 對 那我在學習上面我覺得 可以讓我心靜下來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心 因為靜不太下來的人 因為想一直動一直動一直動 是 對然後我可以藉由果雕可以讓我心靜下來 可能做個兩三個小時 我都覺得可以穩定下來的那種心靜跟心態 那其實那時候剛學的是水果的雕科 可能西瓜科的花 對 但是我覺得我對這個非常有興趣 那我下課之後 我有去一間餐廳 跟一個師父學立體的東西 是 你說像柯龍柯鳳啊那種的 也是去學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也是一個心靈進化 跟穩定自己身心的一種 算是興趣嗎 也算是一個技能這樣 是 因為好像世財雕科 現在目前台灣慢慢不被重視 對 也比較沒落了 好兄弟最後想要請教您 在接下來有沒有要實現的計畫或者是規劃 我覺得目前來講我的夢想應該已經有搭上滾道上面 當然就是持續性的 可能這下個十年 可能就是也是繼續推廣書詞 然後教學 讓更多人喜歡這個新潮的飲食方式 是太棒了 還有今年要結婚 對 今年什麼時候 今年應該年底啦 11月啊 已經折日好了 折日好了 這是算的 對算的 因為才有好日子嘛 為你開心 是 希望你在婚姻跟事業上都兩得意 謝謝 那再次感謝林聖志老師來節目上這麼可愛 而且這麼有趣的分享 我也期待他未來會有更多更棒更美好的作品 以及餐廳問世 好 謝謝 然後如果遇到任何疑難雜症或遇到任何問題 歡迎來到力達真信社 或真信社阿載的粉絲團與我分享 也祝福各位有一個美好平安的夜晚 大家晚安 掰掰 I like I like Radio 拜拜